半途疫情爆发 许多人认为感染之后产生的抗体 是不是像吃了无敌惺惺呢 但是医师就出来警告了 说对儿童来说 Oberkorn变种病毒非常的凶猛 甚至国内已经出现多起儿童染疫病发脑炎的重症死亡个案 那目前除了香港之外 欧美日韩都没有类似报告出现 怀疑病毒产生的并发症可能是有种族性的 今天专家讲一单元 就特别邀请台大急诊医学部临床教授李建章 为我们详细解说 Omicron并不是巧虎 它事实上是一个虎姑婆 因为现在小朋友 这个五岁以下呢并没有疫苗 然后呢十二岁以下并没有药物 所以不像是成人 这两个武器都有 所以我才特别呢要提醒家长 一定要小心 我们这一波疫情呢 看起来和香港 今年二月那一波疫情是比较接近的 那在香港他们做了一个统计 他们在香港儿童医院二月 总共1167个小朋友住院 后来这个小朋友死亡率大概是0.35% 然后他们在对照过去五年内 小朋友因为流感而住院的比死亡率是0.05% 所以他们发现两者相比呢 竟然差了七倍左右 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原本都活蹦乱跳了 后来呢 却揽上了这个Omicron以后迅速变成脑炎 那它主要有几种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台湾的小朋友 在过去两波疫情里面 相对都是保护比较完全的 所以他们并没有抗体 那第二个呢 我们小朋友打疫苗的一个接种率也是比较低 第三个我就是讲到说 这个病毒呢 可能是有一些种族性 香港先报告 他们1167个小朋友住院里面 那事实上是有这个13%的小朋友 是所谓的严重的一个神经学症状 那我们才看到说 台湾的小朋友这一波呢 报告出来中重度的这个 有神经学症状 有脑炎的 也是相当高比例 是跟欧美国家报告出来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才提出呼吁说 可能这个病毒呢 对不同的种族 它一个产生的一个并发症呢 是不一样的 很令人遗憾的 就是说得到Omicron之后 不管是妈妈 不管是医师 谁都没有办法预测 哪个小朋友 会演变成脑炎这样子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 一旦得到了以后呢 你要提早注意这些真相 因为即使你得到脑炎了之后 提早就医 提早处理 它的结果还是会比较好的 那这些真相呢 就是高烧超过41度 小肌肉抽筋 还有这个全身筋刃 意识模糊 还有这个很剧烈的一个呕吐 还有步态不稳这样子 这个一二十年来 我们的疫苗 我们的预防 很多都进步 但是呢 对脑干脑炎 今天的治疗方法 跟当年还是大同小异 就是肋固醇加这个IVIG 虽然有一些 比较针对性的免疫药物 但是我们知道肋固醇 是最强的看免疫药物 如果连肋固醇都压不下来的话 也很难期待说 这些比较针对性的免疫药物 会有一些特别的效果 所以说最重要的还是 就是说提早 避免不要让它感染 感染了以后 就是要早期就医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 小孩不是大人的缩影 他有独特的生理学的一个变化 所以会使有一些青壮年 在鼓励说我们 免疫以后就会得无敌新兴 那我要这边讲说 如果是儿童的话 有可能变成头冒金星 甚至变成流星这样子 不要把它想说 会变成无敌新兴 还是要避免感染 是最重要的 谢谢大家 大家 谢谢大家